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toman 歡迎回來我們的這個第三季的這個地圖 那為什麼我要回來第三季呢 因為呢 這個是官方更新了260的版本 260的版本多了些什麼呢 這施救手不要理他 260的版本呢 多了其他一些小小的更動 但是我只說三樣而已 是哪三樣呢 第一樣呢 就是呢 風神 古神 翼龍 多了他的台客裝備 古神翼龍 這個 古神翼龍的這個泰克裝 已經出現了 再來呢 再來就是 越野車 這個泰克越野車也出動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呢 第三個就是呢 劍齒虎重置 你們沒有聽錯 劍齒虎重置 為什麼劍齒虎會重置呢 可能官方覺得太醜了 然後一些動作紋理 不太像一隻劍齒虎 所以說他就重置了 那今天呢 老頭呢 所要做的就是這要 就是要做這三樣東西 我們待會晚一點呢 會去抓劍齒虎 我們看一下新版劍齒虎是長的如何 然後其實個人老頭呢 也希望有很多恐龍可以重置啊 像是雷龍 我也希望雷龍重置一下 不然他的感覺看起來呆呆的 我也希望暴龍可以稍微重置一下 就是讓一些恐龍做點重置 就是讓他的那個感覺更栩栩無神 好不好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呢 先來做一下 越野車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來做個越野車 反正越野車是現場的嘛 可以馬上就開出去了 來 反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要稍微來 來介紹一下這些東西 反正我自己也想看啦 我都還沒看過耶 新改版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 打開一下 越野車 做了一台越野車 古松 古古神 不是古熊 講錯了 古神翼龍的泰克鞍 這兩個先帶在身上 有點吵 先關掉 東西有點多 我都有點忘記我身上有什麼東西了 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 把車放出來 來 來抱寶貝 喔 出來了 叫做泰克 ATV 好 他是要怎麼駕駛 我的天啊 有點吵 按左鍵會巴巴 好吵喔 真的很吵 真的很吵 不是我要講 我把聲音 我把聲音稍微拉小一點 受不了耶 好 應該不會很吵了吧 還是很吵 抱歉了 你們的耳朵 讓開 怎麼那麼難開啊 這台車子 重點是這車 這車的轉彎是靠鏡頭轉彎 喔 喔 也不能轉太大 哇 可以這樣子馬賽回弦 我的天啊 有點吵 受不了了 可不可以撞自己的恐龍 哎呀 受不了了 太吵了 這個地方我可能會把聲音拉小一點 不然你們耳朵絕對受不了 OK 這就是 咱們的泰克汽車 也太爛了吧 你給我過來 不要跟他同流合污 你為什麼不過來 難道你愛上這台車子了嗎 不行 我們家的狗狗是不能跟他同流合污的 好 這就是我們泰克汽車 吵死了 吵就算了 機動性又差又不會飛 裝飾用的 害我白開心的一場 好不好 好了 那我覺得呢 這車子呢 立馬馬上掠過了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古神翼龍 我覺得我們先把鞍做一做吧 好不好 劍池虎的鞍跟古神翼龍的鞍都先 沒有 古神不用做 古神是泰克的鞍 我們來看一下劍池虎 不在這裡 那應該是在工作台裡面 我們看一下劍池虎的暗在哪裡 我們趕快做 把它做完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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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在這裡 需要纖維是吧 送你啦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外出 外出了之後順便找這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抓一抓就好了 又可以下班了 知道嗎 好了 我們身上的麻醉呢 12隻 我覺得12隻綽綽有餘吧 會不會不夠啊 應該是不會不夠吧 劍池虎應該也沒印到說要用好幾次才抓得到吧 我們不要騎那個 我們不要騎19獸 因為19獸移動速度太慢了 然後呢 這次更新了 不知道為什麼 地圖的坐標位置根本亂七八糟 你看我的蜜怎麼在右邊 很糟糕吧 實在是太糟糕了 沒辦法 就是這麼的糟糕 啊 我忘記把我的傳送門裝進來了 我要傳送門GG 到時候要重設傳送門了 我要哭了 我的傳送門都不見了 哈哈哈哈 我的傳送門怎麼那麼難發啊 我的傳送門都不見了 啊 NO 我要自己想辦法把它弄回來了 難過 好啦 劍池虎在哪裡 找到了 我們帶一隻劍池虎回家 看什麼東西 哇 有一隻劍池虎死掉了 有一隻在這邊 抓抓抓 為什麼不能抓啊 我記得劍池虎是可以抓的啊 他從知道不能抓的嗎 完了 這個場面非常的危險 不能抓 他會不會攻擊他 完了 這隻劍池虎要死了 我們只能另尋高救了 拜拜 好啦 我們回來了 我稍微就是 把我們的傳送門給弄回來了 不然的話我真的很麻煩啊 這張 這一個應該是 應該嚴格來講說 這一個不需要 用到這麼原始生存啊 我都已經高科技成這個樣子了 只是比較 現在我的問題點就是 到於說我剛剛 沒有裝傳送的模組 就直接開上來了 所以說我東西全部不見了 我要重新再輸入一遍 呵呵呵呵 要哭死了 夾 只能這樣子了 沒關係 我們待會就這樣子傳回來吧 好不好 不要不囉嗦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劍池虎到底重製的如何 恩 好像跟以前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有還是沒有 不知道 有啦 動作有稍微不太一樣 然後整個形體 恩 有點不太一樣 好嗎 好不好 就這樣子不太一樣可以吧 攻擊性還是很高的 速度還是很型的 希望呢 官方多更新一些 重製的恐龍 就是像是霸王龍 我覺得也蠻呆版的啊 霸王龍應該要有不同 不同外貌的霸王龍 對不對 有些長得很胖 有些長得很瘦 有些長得很帥 有些長得很帥 就有些長得很變態的霸王龍 對不對 這樣子 就會增添一些 方舟的遊戲 遊戲性的那種色彩 對不對 希望以後可以怎樣 啊 這樣子不錯啊 我沒有在跟你好笑捏 我是說真的捏 好啦 廢話不多說啊 我們去找一下古神翼龍啊 古神翼龍的話 應該是在 阿靠北地圖不能看啊 紅樹林 欸不對啊 古神翼龍基本上 沿海還是會有啊 我們稍微來試看看 把它套上去會長什麼樣子 Oh my god 太丟了 太丟了 有沒有有 直接上去捏 哇可是有點負重 欸好酷喔 他這個翅膀 他這個翅膀 我的天啊 等一下 呃 如果他需要發射什麼 應該是 喔有了有了 你看他的鼻頭 他的鼻頭會發這個 會凸一個東西出來 一次死一隻 太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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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丟了 來來來 點一下我們的負重 好了 飛翔吧 來吧 哇他還可以這樣右鍵瞄準 那什麼鬼叫聲啊 哇 右鍵瞄準這樣攻擊 哇 飛了飛了飛了 哇 泰克 泰克 骨神翼龍 太強了 太強了 哇 可是這樣很吃我的能量 沒關係 我的那個能量 能量顯示在右上角 有沒有 每發一發扣4% 我身上的能量晶片 大概有好幾千個 所以說不用怕 完全不用擔心 哇這蝸牛掛了 酷酷喔 還有什麼可以射 根本天下無敵啊 點一下移動速度更強 更會飛 是不是 巨蝦 巨蝦算什麼 還是一樣找死啊 找死 頂天立地了 可是好像會炸到自己耶 真的 這個距離沒有取好是炸到自己 自己會受傷 我被炸到了 還蠻痛的 哈哈 天啊 猴子再見 大破壞 喔我快要死了 我炸到我自己 壽命已盡 我剛剛被炸到多少滴啊 我靠我剩下30幾滴血 完蛋了 哇不要攻擊我 我都快死了 你還要這樣對我 去死啊 去死啊 去死 抱歉我必須把這個放回來 他死了沒啊 不要再追我了拜託 我很膽小的 我是一個美種的傢伙 我超級美種的 我超級美種的 超級美種 我還是趕快回去吧 我要用我的傳送門回去 我不管了 這實在太危險了 阿民就在前面 抱歉不用了 哈哈哈哈 趕快回去回血才是重點啊 好 那傳送門全部消失實在是有點苦惱 到時候要重新找點了 麻煩死了 忘記裝了啦 全部都被洗掉了啦 超難過 唉 我們找我們的野豬 我們野豬去哪裡了 彭彭你去哪裡了彭彭 彭彭補寫時間 誘你的工作了彭彭 阿苦馬拉塔塔 這是很有意思 那台爛車 不要理他 爛死了 阿苦馬拉塔塔 簡單又好幾 這補很多欸 補超快的 不過也是看保實度在補啦 是不是 對啊好像是這樣子 好啦 我們成功了 馴服了這隻 不是成功了 成功了試驗古神翼龍 像台客裝備到底長什麼樣子喔 他的鼻頭會有發射器 一樣是持台客晶片的 然後呢 劍齒武的改版 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好啦 稍微兇了一點啦 動作流暢了一點 然後呢一個很爛的 TEK的這個 ATB的爛車子 超死了 這就是260改版的重大內容 那其他細節的內容 我就不想講啦 因為我覺得 沒有多大的改變 我也不想講好不好 阿路今天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